我現在在網上都被人圍攻 說我反對郊野公園 我從來沒有反對郊野公園 我只是反對郊野公園的邊界 神聖不可侵犯 如果這些界線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我們是可以把部分的綠化地也好 郊野公園的地也好 活一部分 你不可以只是給草長給樹生 你還要給人家住 你已經拿了這麼多人沒有居住權 我認為是可以畫過的 因為以前畫郊野公園 其實不算很科學地畫出來的 現在看清楚一點 很多生態價值更加高 值得保護的地方 都沒有畫入郊野公園 例如之前吵了什麼廊原室地 都不是郊野公園的範圍 香港其實有很多錯誤的概念 經常說香港人多地少 實際上香港是不是人多地少呢 如果你看回現在我們的土地運用上 已經開發了土地 只是佔香港面積的百分之二十四左右 四分之一都不夠的 如果你說給了多少地去發展住宅 就更少 少到多少呢 少到只有百分之七 這百分之七裡面 還有三個percent是屬於鄉村發展 即是建的那些村屋、丁屋那些 真正作為市區住宅用地 用了香港的土地多少呢 百分之四 找多少夠呢 我就說現在用都是用了百分之四 拿來做市區住宅 真是跟香港人傾電數 拿多百分之二出來 那就大家的居住環境就改善很多了 難不難呢 拿多兩個percent是絕對不難的 因為不是沒有地嘛 現在香港普通護軍面積 五百尺左右 從四個percent變成六個percent 已經是可以增加百分之五十 那如果一個家庭住到七百五十呎 都起碼有三房 那香港人很開心的了 有此理善 有此理善 き製蔥 性源 doit天然 難以十六十 市 мест 有此理善 有此理善